将闲置空间在利用前台湾省议会 转变成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之后 经过多年策划 将原省议会议事堂 打造成民主时刻馆 这天正式开幕启用 总统蔡英文也出席盛会建政管设华丽转身 透过六大展区 记录从清朝日治到国民政府拨迁来台后的 民主发展重要事件 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历史变更有趣 2 1 请往前推动立法院民主时刻馆正式启用 在主持人的倒数声下 众人共同推开横桿 宣告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中的民主时刻馆 正式开幕启用 为了进入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发展历程 立法院花费两年时间将古迹活化运用 总统最主要他有称赞就是说 第一点就是说那个重大事件 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来就知道说 我们的民主不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 第二点就是他觉得善用科技 QOQ就可以上云端看很多的资料 他觉得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这个科技跟历史结合 这个是非常好的构想 将原本台湾省议会议事堂打造成民主剧场 以四具超大流民投影机 将台湾民主发展重要的历史场景 投射在议事堂半圆形冲顶 更规划六大主题展区 像是时光之环 民主浪潮 选举擂等 带民众穿越时空 探索民主发展历程 我们看到这个场馆的设计 真的很有巧思 原来就很有特色的 穹顶空间变成光雕剧场 还有许多有趣的互动游戏 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 来一起有一个民主学习之旅 我们的民众对于民主议题的参与越多 台湾的民主就会越能深化 今天来到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 看到这个园区经过转型和活化 在台湾民主化的角色上 又有了新的意义 民主时刻馆中的六大展区 记录了从清朝日治到国民政府 拨迁来台后的民主发展重要事件 透过互动小儿戏 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 远区表示 展区不分平假日皆有开放 欢迎民众前来体验 借转转台中厂报道